那继续我们的英德武作版《魔人z》进行解析 第七话赫尔逊V3 替语版《十七话》登场 我自己的发音是猴鲁座V3 不过有官义我们就用官义 猴鲁座V3 好一漫画中没有出场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看漏了 谁知道可以提醒我 不过这个角色根据《魔神全书》 确实是永景豪设计的 故事刚刚开始 研究所附近就发生了大地震 富士山开始喷发 岩江和飞石对于火山附近的城镇 造成了灭顶之灾 龚博士想要杀野家和斗杰儿 驾驶机器人去救灾 但是杀野家却拒绝 因为每次出现危险的事情 只有魔神罪和Igna才必须战斗 没有看到过任何的支援 杀野家觉得很不公平 而且这次也没有机械兽 不过斗杰儿还是坚持 驾驶魔神罪出动 这次其实还是机械兽 克尔逊V3搞的鬼 机械兽在火山口 可以不断的发射飞石 广子的研究所也遭到了攻击 正在研究所内部慌乱的时候 杀野家终于出击 举起巨大的石头 将火山口堵住 阿修罗已经闪了 如果封住火山口达到5分钟 机械兽自己就会出问题 不过杀野家和斗杰儿 还是低估了赫尔逊V3 岩石被击穿 魔神罪和Igna掉了下去 在地下赫尔逊V3出现 普通导弹没有效果 光子力射线和胸部火焰也被反弹 魔神罪和Igna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 赫尔逊V3的钻头威力也相当大 可以对超合金Z造成伤害 趁着赫尔逊V3分心 都假如用火球飞拳 抓住赫尔逊V3扔进了岩浆里 火球飞拳抓着赫尔逊V3 持续渗入岩浆 现在就看超合金Z对岩浆更持久 还是机械兽更持久 最终火球飞拳和赫尔逊V3一起消失 再次取得了胜利 第八话神雷S1 出自TV版24话金赖 我以前在TV版时翻译过金赖S1 现在统一神雷S1 从资料来看应该不是豪业设计的 好像是TV版原创 故事开始天降大雨 电闪雷鸣 机械兽神雷S1出现在了城市上空 雷电也是他的能力 都假如接到了消息 立刻出动母人Z 母人Z刚赶到 就被神雷S1释放的雷电批中 因为下雨的环境 让其他距离母人Z较近的人全部触电 都假如因为处于触电状态 艰难的使用钻头飞弹 可惜没有命中 因为触电的关系 都假如晕了过去 神雷S1这次作战只是测试性能 所以能量并没有充满 只能暂时撤退 不过这就是不补刀的借口吗 为了不补刀 特意不充满电 赛亚家也十分担忧都假 但是在傲娇加毒蛇 外加贴脸输出的安慰下 都假如更丧了 因为强力的电机会让母人Z直接短路 龚博士一时间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不过TV动画里 母人Z怕电机吗 我没印象了 阿修罗这边正在紧急充电 都假如这边也十分着急 一时想不出来好办法 此时博士突然进来找都假如 不过发现傲娇加也在这里的波士 直接想歪了 本来就很烦的兜假和波士吵了起来 波士直接动手 因为傲娇加也过来劝架 一拳打在了傲娇加脸上 看到打错人的波士 终于冷静了下来 也知道傲娇加在兜假这里 是因为机械兽 第二天雷达再次侦测到了机械兽 兜假还是没有想到办法 谁让SE用雷电 批中了研究所的防护罩 虽然有防护罩的缓冲 研究所还是受到了一定的伤害 都假如不过傲娇加的劝阻 虽然没有想到对付敌人的方法 也打算强行出击 一边用光子力射线进攻 一边躲避雷电 但是虽然尽量躲避 还是被击中多次 魔人Z的大部分功能适量 虽然说是适量 但是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 这个我不太懂啊 这科学嘛 还能恢复 光子力射线击中了神雷SE的推进器 让神雷SE失去了飞行的能力 只是都假如又发现了 神雷SE后面有个变电锁 抱着必死的决心 魔人Z冲向了神雷SE 拿着机械兽一起撞向变电锁 不过最后还是提前奋力了魔人Z 刀剑虽然受了伤啊 不过还好活了下来 第九话 霍甲斯第五 出自TV版 28话 侯卡斯 我当初自己翻译的是侯卡斯第五 从设定上看 应该也是TV版原创的机械兽啊 故事一开始 阿修罗男爵受到了鞭打 惩罚他从一开始以来的作战势力 在TV版28集开始 也有阿修罗被鞭打的画面 不过本来在TV版 第39集登场的布罗肯伯爵 也提前了出场了 龚博士在参加一个会议后来的路上 遭到了铁甲面的袭击 随后一个铁甲面被装成了博士 这点剧情虽然细节有点区别啊 不过剧情TV版第28集还是有的 魔人Z这边 因为上次与神雷SE的战斗 严重损毁 正在打修啊 龚博士这边在TV版28集里 是被抓到海底要塞 而在漫画中 确实被带到了布罗肯伯爵的面前 霍加斯第五开始进攻 还没修好都假如驾驶SA出战 不过开始就被攻击命中啊 此时贾的龚博士也回到了研究所 机械兽也立刻撤退 看来进攻研究所是为了制造混乱 也只是方便啊 贾的博士能够不被发现 而贾博士潜伏进光子战研究所的目的 自然是超核心Z 布罗肯得到了超核心Z的消息 立刻来接应 不过在贾博士幻想自己身关加绝的时候 沙亚加发现了他 贾博士对着沙亚加脑袋就是一项 而魔人Z终于修好 贾博士借着测试的名义 登上了飞行器 虽然不太熟练 终于合体成功 合体后直接操作魔人Z 攻击研究所内部和刀甲儿 并夺取了超核心Z 刀甲儿和波士追了过来 发现了被藏起来重伤的赛亚加 魔人Z已经把超核心Z 运到了飞行药塞附近 正当回收超核心Z的时候 刀甲儿带着波士 驾驶着HNA赶了过来 并阻止了回收 刀甲儿跳下了HNA 突破了铁石自军的封锁 在要夺回魔人Z的时候 波罗肯伯爵 把真正的龚博士 拉出来当人质 龚博士为了不让敌人 夺走超核心Z 跳下了飞行药塞 还好被博士驾驶HNA救下 而刀甲儿也杀掉了贾博士 夺回了魔人Z 这点剧情虽然和TV版 有很多不一样 但是在TV剧情里 也有不是做人质 主动跳崖的剧情 魔人Z虽然在一开始战斗 落入下风 还是抓住机会 直接一发光子离射线 消灭了霍加斯第五 沙亚加最终也抢救了回来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支持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